淡水枫树湖每年在过年期间都是赏花的季节 今年在枫树湖最有名的木莲花也正在含苞待放 而且游市议员蔡景贤在枫树湖路口争取设置的茄冬树景观园区 今年也准备要整理进行绿美花 淡水枫树湖以往在过农历年节期间都是许多花会盛开的季节 而今年在枫树湖最有名的木莲花也正在含苞待放 而前年游市议员蔡景贤在枫树湖路口争取设置的加东树景观园区 今年也准备要整理进行绿美化 迎接众多的游客 因此市议员蔡景贤服务处也邀请了市服景观处来到场会刊 因为我们今年的木莲花可能会提早开 尤其今年风调雨顺 所以木莲花这个生产真的很花包很多 所以特别今天特别请警官处 如何将这个家当公园四桌 再立美化一下 给那个游客来的话很清洁感 真的一个很漂亮的景点 泰景贤服务处表示 每年的风树湖在花季期间除了有三樱花 还有最著名的木莲花 而今年花季可能会提早到来 也因为如此更希望在入口处的家东树公园进行 绿美化植栽 那个警官之委会在花季以前 会潜入配合把这个环境绿美化出来 给游客带来新的一个新具象 带动这个地方的发展 很漂亮 目前漂亮当然要更漂亮 每天每年都要 每年每年都要整理一下 议员服务处表示 加东公园是以环绕加东树为中心 周围以木造桥梁 还有石板布道所打造的园区 是许多登山客的中途休息点 因此议员服务处也希望能够将过去的 杂草重生的园区重新整理 让园区恢复生气 记者许多安音 在这三方不打